今天很高興也很重心在這邊跟各位可以介紹心衰解的一個治療 心衰解在不管在心臟科領域還是在平常的領域 其他一般科都是非常重要 因為這一群的病人在我們教學中心組織完 或在各中小型醫院的急診處織完之後 就所謂的急性心衰解的治療 在initial的處理們之後 接下來會變慢性心衰解 這種病人不會因為一致的treatment就好 那他本身有很多他應該的risk factor 所以包含說DMR hypertension 或者說這個病人之前有承受性腫瘋 那這些多發性血管的疾病 就會造成碰面所謂的心衰解的症狀 所以其實大部分照顧的時間都是在各位的手上 就所謂慢性心衰解的病人 而這些病人很不幸的 往後在一生當中 會有反覆三四四四五四 所謂發生急性心衰解的一個機會 所以今天講心衰解 我就會照原本該來所列舉的 要先了解急性心衰解的時候 這類的病人怎麼去處置 就像剛剛王醫師講的 然後CVP 啊 CVP 啊 其實都是在急診 在加入病房 在心臟都做資料 而我們調整好 比如現在大家常見的Beta-Bolk 和ACEI 甚至是降血壓的用藥 甚至是慢性的飲料機使用之後 慢慢的轉交到各位的手上 所以這類的病人 它是一個反反覆覆覆的狀態 那心衰解的股外股本身就是 證明的腦袋上 它可能有些condition 病人會喘 頭收肯尼亞豬啊 再來病人會有hypo confusion 變容易delay 運動的腦袋是不好 那這些直指的因素的話 就關於說心臟本身 它不管在功能上 還是在結構上的一個病變 只要心臟的功能 其他的結構 影響到我們病人有condition的一個策 有hypo confusion 的一個策 那我們就叫這樣的病人的心專輯 那我們來看囉 我們去年ES7歐洲心臟年會 就有人做NB等名RH的一個資料 預計在2040年 心衰解的機會會達到 因為我們現在的人越國越老 那在一根的工地越來越多 隨著高血壓糖尿病的增加 心衰解也逃不掉 先進展到缺取性心臟病 缺取性心臟病之後 八成造成心臟功能受損 不管是收縮功能 疏障功能的受損 進展到心衰解 那甚至到2060年 隨著20年再做一次tribe的一個身家 所以我們要好好的去照顧這群病人 很不幸的 一個心衰解的病人 一旦住院 從第一次住院 這還沒有累積 從住院當中 30天的死亡率 就會高達10% 那一年的死亡率高達22% 一年後5分之1的病人就會死掉 那5年內的死亡率 他5年將近一半的42% 他這個概念怎麼去比较 大家怕心肌梗山 心肌梗山現在 Well-recognized 很多上傳youtube都看得到 唱歌唱到一半就倒下去 那你看心肌梗山的死亡率 我們把 Nun-staining Staining 加上一些 O2-Balance 不平衡下造成的心肌梗山 全部加起來 一年的死亡率 才充其量15% 那你會再來回頭看到 你就知道心衰解的死亡率有多高 當然心衰解有一部分 七八成都是有缺血性心臟病引起的 所以當這些缺血性心臟病 沒有好好的經過治療 如果他本身在腹化之後 這個心臟會反復的收縮 那更何況是一個 慢性心衰解的一個平等 他可能會因為他慢性缺血心心臟病 慢慢的加重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等下講 治療的時候 Beta-Borg 都是起到治療一個很重要的環節 那這些病 平常大家都在照顧 慢性心衰解 他可能沒症狀 那心衰解是一種概念 就是他要跟我們生意的平衡 所以一個瘦的病 你說他 Ejection Freation 只有20 可是他平常沒有做什麼活動 他只是坐著 他只是躺著 20夠幼美 他不會有症狀 那有的人呢 心臟功能 瘦縮功能有50 可是你看他走路就喘 為什麼 他需要很大的O2 Demand的活動量 那這時候他還是無床的症狀 所以他也是一個心衰解 所以心衰解 會不會發作取決於病人的 O2 Demand跟 Supply 變化一個Balance 一個狀況 那這群心衰解 隨著每次急性心衰解的發作 他就會反覆地住院 那每次住院 他的死亡率 跟他的O2 Demand就會不斷地加重 所以當一個病人 住到5次 住到6次住院之後 你會發現他之後 幾乎長時間都是在 在醫院過生活 所以這群病人其實是需要慢慢照顧 那好好的把他控制 就算手頭上的病人只有EF 只有20、30 可是好好透過用藥 透過衛教 他告訴他說他的O2 Demand不需要那麼多 那其實這種病人相對來講 他可以長期這樣好端端的 keep在門診 keep在家裡 而不會有症狀的發生 所以心衰解的有無 其實很重要的關鍵就是 病人有沒有症狀 我等一下的分類 會告訴大家最新的觀念 就是從2013年 H&A美國心臟科學會 就把心衰解的病人要先分有沒有症狀 沒有症狀 那就去治療病人 Under-I的疾病 用藥物來控制 那有症狀 那再好好去分 大家以前讀書的時候 就是NYHA Functional Class 現在不太用 現在這個是有症狀來去分 沒有症狀 他還是分Stage A跟B 來去做藥物上的調整跟治療 等一下會跟大家講 那我們從這張額標的觀念就是 當一個心臟 他隨著一些Risk 有沒有 Tension CAB Rabular disease 肥胖 DM 沒有控制 Risk Factor 先產生 產生之後 心臟的結構會慢慢受損 不管是肥大 Remodeling Delotation 或者說他經由動脈硬化 之後造成缺血性的心臟病 慢慢的這個心臟會產生功能性的受損 所以當病人心臟還沒有產生症狀 但是心臟慢慢的因為這些Risk Factor 有功能性的受損之後 我們就叫Stage B 他已經產生了Structural Heart disease 他可能半膜慢慢的壞掉 蓋化了 那他可能心臟的收縮力開始受影響 或他的冠狀動脈開始就阻塞了一個情形 這就叫Stage B 在Stage B之前 這群病人或許都沒有症狀 或許都保持在各位的門診 在Treatment Treatment的他Hunterlight disease 可是當病人產生症狀之後 很快的進展到心衰竭的時候 就叫Stage B 就是病人有前數兩項之外 他產生了一個症狀性的心衰竭 那D是什麼 Dcompensation 或Refractor to device LP 他對於這些藥物都沒有效 我們就把他放在D 這個是在國外很 很好的一個觀念 就是讓這群病人早期用藥物沒有效之後 就要用Device LP 不過目前在我們國人 Promo Promo 大部分還是健保的影響 病人可能要放一些intra implant的一些Device 一些左心輔助器 那這個的話常常在教學中心 各位比較不會遇到 所以如何去照顧A跟B的病人 讓他沒症狀 以及去治療一個C 有症狀的病人就變得非常的重要 那我們來看這個新的分類 每個HA2013年 就把蟋蟀體把它分成ACC stage 就AHA的Stage 然後再把它有症狀的 我們再去分NYHA 那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因為你看 當病人沒有症狀的時候 其實他Survival Rate 5年很高耶 Survival什麼 5年可以到95%以上的Survival 可是當他一旦有症狀 就會像剛剛各位看到的 他的症狀會隨著每次的住院 所以不斷的加重 不斷的有open damage 的情形 不管是腎臟心臟還是坐邊的血液循環 那當這群病人的 就很顯著一個死亡率上升的一個情形 他的Survival Rate在5年就變75% 你看如果他reflected to any mental therapy 他的死亡率 他的存活率只剩下20% 所以如果好好去治療 這三群的病人是很重要 當病人有症狀之後 我們才會去分以前書本上面到的 NYHA的Functional Class 再去評估他的Functional Status 所以我們要以症狀 有沒有症狀 有沒有Risk factor 去治療原本的Risk factor 那有沒有structural heart disease 跟有沒有症狀來做區分 那接下來介紹就是 當病人有症狀 我們怎麼現在深刻跟急診 先做一個很快的處理 那這個處理會很快的勾輸入 後面比較重要是帶給各位的一個影響 是怎麼去照顧這群慢性的病人 怎麼去keep他原本藥物的使用 那當然有症狀之後 病人要去造成 是什麼造成他的症狀 大部分八成左右的病人 可以identify他的症狀 他這些造成他症狀加重 一個好好的病人 為什麼會發生症狀 那我們要想的病當然就很多囉 當然就是 Coronary disease 還有Pension 這些有沒有加重 那部外部是什麼 我們來看看pre-disposing factor 然後包含說病人是不是很麻煩發作 病人是不是Harrison 本來是sinus 你突然好一個NF出來 或配合一個PSVD出來 或Complete AD-Block 還是說我們臨床的用藥 有加重他心臟衰竭的情形 比如說這個病人本來就有一點 服務量或肉 腎功能改好 你給了一個NSAT 很簡單的止痛藥 結果病人輕痠結症狀加入 他可能對血管影響 還有可能對水分的自由造成影響 那或者是呢 給了一個Diotearen Varapan 那這時候Harray 病人更慢之後 病人也產生了症狀 這個就是我們非常重要 我們要找到Predisposing factor 他大概年紀65歲以上 老玩家 可能只要忘記 他可能有一個 Occard Invasion產生 這是很重要的 好常常一點橄欖 大家以為他只是個橄欖去治療他的橄欖 技法 辛酸鐵就因為這個橄欖的加重 所以找到Predisposing factor之後 我們當然去把Colite回來 那症狀區分 一開始如果這群病人 一常來表現在各位手上的時候 我們就先看他的perfusion status 看他有沒有效果 有效果讓他趕快轉院 先講個VP 那如果沒有效果呢 剛剛有講七八成的病人 他其實是缺血性造成的 所以我們要看他那個Colkronin syndrome的狀態 如果有做痕因KG STD有depression 甚至ST elevation 也是趕快做轉院 去做他列Costrelation 去打通血管 那如果當這兩個病人沒有休課 不是高度 還有ACS的病人 我們可以試著看病人 呼吸不穩定 如果呼吸不穩定的狀況呢 我們就會去 接下來資料就是去想Stabilize 看病人需不需要用Bipop 或插管A氧器 不過這時候呢 當然當各位看到這群的病人 發覺比較不會留在 門診上去做治療 比如說也給一些利尿 去下降他condition 那個症狀 那一開始的所謂 不外負就是P-E-H-E-K-G-data 那尤其最近幾年後 發現P-E這些 比如說一個臨床 是參考 病人做區分 最重要的因素就是 我們要能夠做E-K-G 去Identify病人 那再來是Depdata裡面 包含BMP的Label 也包含BMP 我們用心肌受損的一個狀況 還有Echo 去看看病人的LVEF 是屬在哪個範圍 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有SV當然知道 這個病人有沒有 很絕選的一個情形 當然這個SV 我們可以 藉由Logs來做區分 好 這個零力總有那麼多 我不用擔心 大概就還是照我們的 AV-7來做 病人的 Sunturation夠不夠 病人Ventulation的情況夠不夠 那現在心衰期的病人 不是一開始傳到不行 就要 它能抖 如果病人Sunturation O2是夠的 打打地釀機 或許也會改善 給予O2 HydroO2 那如果病人當給予O2 5分鐘 每5分鐘評估 20分鐘後 這個O2沒有改善 表示它Ventulation的情況 不夠 抽一個Bragase 如果CO2 Retention的情況之下 大於45以上的話 我們會建議用百大盒去撐 所以最後一次才是 它能抖 所以不是每個心衰期 造成的傳都需要 需要一開始傳到 而是可以給一個 HIGH PIP 一個BITAP 或HIGH FLO 來幫助病人 O2 跟Renhylator的一個改善 那這邊 年齡總統 那麼多就是先講 前面藉由抽血 藉由EKG 藉由心電圖 藉由ECO 來identify 這個病人的症狀 症狀的產生 是什麼因素離奇的 所以找到 Predisposing Factor 是很重要的 而不是只有症狀上的處理 否則你沒有解決 他Predisposing Factor 所造成的因素 他沒有辦法去緩解病人心衰期 或者是做症狀的治療 那我們臨床評估 最重要其實是在前面這裡 病人有沒有感染 體溫的程度怎麼樣 再來呢 病人的發力位有沒有增加 最近搞不好吃了一個NSAT 體重慢慢增加 原來他是獨立的 Overall引起的 那接下來是什麼 接下來最重要的兩項 病人的 Perfusion Skin是不是溫暖的 還是冰冷的 來決定病人要不要用強心劑 最重要的一個是 尿量有沒有減少 所以要溫尿量 要摸病人的皮膚 然後要平整 看病人有沒有conjunction的一個情形 那尿量的話就是 每公斤每小時 要有0.5cc的尿量 所以一個60公斤的病人 至少每小時要有30cc的尿量 才是有Ebiquid的一個Renol 跟Output的一個情形 好 那這群病人呢 他解決完他氧氣的狀況之後 開始去找原因之後 我們還要看病人 securation的 的 function 怎麼樣 那它是一個securatory failure 來決定我們 是不是早期需要使用強心劑 生壓劑 還是給予一些 mortem or support 像現在很好的就是有 IABP 主動換氣球防腐 甚至是現在很夯的 葉克膜 當然葉克膜是 reflectory heart failure 甚至是有一個即性心肌等散 一個即性難以挽回 難以reverse 用藥物來reverse的情況之下 我們才會上ECOM的治療 否則的話 這邊就是傳統的 這個都沒有變 這三四十年間其實都是一樣的 即性心衰竭 如果病人氧氣的濃度還可以 循環的狀況還不錯 血壓還有九十以上 其實我們就直接 往Vasol dilator 給予Iseodio降低血管的阻力 或者是給予什麼 陰藥機 把水分拉出來 那如果病人在這樣進行之下 如果病人開始穩定之後 我們可以開始上線保護 或像藥 它要喊ACI 在Beta-Blogger跟Spitalin來控 所以它是有系統性的來 還是很簡單 評估AEC的穩定 再來決定說 不穩定的病人 就給予生涯機跟Divice CLP 穩定的病人 就給予血管擴充機 跟血管放鬆的藥物跟Dialectis 好這個是一個診斷的流程 今天不再講診斷方面 但是在診斷上很重要 我們要能夠區分原因 來決定病人的歸屬 呼吸不穩定 當然就往ICUCCU走 穩定的狀況可以出到病狀 那甚至是像剛剛講的 如果ABC都穩定的狀況之下 我們就讓病人有 給予血管擴張劑 或是給予一個利尿劑的使用 好 那這邊這句話很重要 以前覺得心肌梗塞 the pious muscle 那治療性衰減 目前該來建議60分鐘 要做一開始的處理 所以一開始 每5分鐘 每5分鐘 評估病人氧氣的狀況 如果不行 該要冷抖就要冷抖 那血壓不行 該上生壓器就生壓器 我們希望在一小時內 的孫的肥疼 一小時之內 可以給予病人最好 最早的一個 0nexio treatment 最後才去 因為一開始 原因不太好找的時候 就給予一個病人 症狀的治療 那這個是去年ESC 或做心臟學會的概規 就提呼病人 有沒有cardiogenic shock 如果沒有shock 表示perfusion還可以 那我們就看病人 有沒有呼吸衰減 那呼吸衰減 像剛剛講的 我們一開始不一定要點 本GF的使用 而可以試著去 給予過2的治療 那然後找到病人 哪些造成這次 accute event Etherology 我們要學來看 這個pre-discose 或是factor 包含說有沒有 accute chronic syndrome 有沒有血壓難以控制 血壓有時候突然一高 天氣一人血壓一高 阻力增大 背部就積碎了 尤其在疏張性 新衰竭的病人 更容易發生 有沒有 那有律師營養 新發生的律師營養 有沒有一個 癌症 比如說這個病人一直感冒來 那我們也要想到 大家比較知道 就是mio tatae磯 尤其小朋友 好輕壯年人 mio tatae磯 尤其是可以漏掉的 最常誤診 最常被告 就mio tatae磯 再來是有沒有 旁邊按過癮症 這比較少見 那大概有一些 re-discose factor 比如說長期臥床 最近也經過手術的病人 找到這個check 還有一個check 的一個口訣 找到這些predisposing factor之後 然後我們把它correct回來 才有機會去處理 這樣一個心衰竭的狀況 那當這些血管流程走完之後 就是如果 病人都沒有這些情形 我們就可以留在自己的手上 再繼續把他的症狀做緩解 包含說 那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觀念 就是 我們一來評估心衰竭的病人很簡單 先看病人有沒有conjunction 然後再看病人perfusion的狀況 跟剛剛是一樣的 這個就是評估嘛 尿量perfusion好不好 skin是溫暖的 還是冰冷的 那再來是lum有沒有conjunction的狀況 這個可以透過pe診 可以透過問診 有那種說不定啊 角度類有沒有高啊 也可以做過pe 那如果更方便就直接照一個s-ray 也可以有沒有conjunction 那經有perfusion perfusion不好 就可以預伸壓肌 perfusion好 血壓夠 那如果有conjunction 就可以預伸壓肌 那有conjunction的病人在95% 所以平常你們碰到病人會喘 心衰竭發作 95%是以conjunction的症狀來做表現 不過還是會有5%的病人沒有conjunction 是什麼情況呢 比如說他 Elysium hyposylerbia發作了 那這時候當然肚子一定會 像可能他或是 神敗跟贏任不足 這時候他是dialisory face不夠 這時候dialisory face不夠 這時候dialisory face不夠 這時候dialisory 可能還是乾淨 但病人覺得很喘 或他體重增加很多 這時候也會 所以conjunction大概95% 為什麼打臨尿劑 一來就是先打臨尿劑 因為95%就是以conjunction來做表現 藉由conjunction的症狀跟上 然後還有perfusion的症狀跟上 我們就會區分 哪些病人該給生壓劑 哪些病人該給basal dilator 跟硬療劑 好 那這個就是剛剛講 然後評估一個病人 conjunction有沒有conjunction 你看95%的病人其實都是weight 都是絲絲的 那都是絲絲絲絲的 然後再來評估病人perfusion的狀態 perfusion就比較複雜 因為perfusion不好的病人就牽涉到 他如果很多organ的perfusion不足 那這個病人可能就有cardiogen shock的經濟 他就要給予生壓劑 一步一步的在一開始的時候 會給予處置 甚至是要swarm bounce的這些monitoring 好 那我們再給予這些前面這些藥物 飲尿劑 生壓劑 vasal dilator之後 你就會給予一些可以延長癒後的藥 而這個藥就是各位在手中常常拿到 接到病人固定vitoxide之後 固定svabilize 他的hard value症狀之後 他就能換這些藥物 而這些藥物都是在 class 1A 對 survival rate有long-term benefit 包含ACIARV β-prolux spinolivetone 如果EF小於40 那病人沒有contraintation 比如升功能還OK 甲益子沒有過高 那沒有之前使用過有藍氣瘤乳症的一個症狀 有spinolivetone 那甚至利尿劑可以阻量的長期使用 但是要小心監控 病人遺類錯蠟類落 那使用這些藥 這張規料給大家看 就是我們要考量到幾個 用了這些藥會不會低血壓 用了這些藥 Hurley會不會胎慢 用了這些藥 假鈴脂的情況如何 以及病人勝功能的狀況 有這四個去臨床去監控 就可以安心的去使用這些藥物 這個關鍵是在這邊 好 那這個的話 是從我們長根的藥點整理出來的 目前我們長根可以用 對Otom有benefit的藥物都在這裡 那ACEI各位在選擇 完全不用擔心 為什麼 ACEI有所謂的class effect 也就是不管哪一種種類 哪一個產商 ACEI在新衰竭的治療效果 每個都有研究過 而且每個的Otom是一樣的 這叫class effect 那當然他的副作用 包含做聖功能的衰退 以及假鈴脂的不穩定 這些都要去monitor 還有東方人 永遠要記住 有15到30%的病人 有慢性咳嗽的一個情形 所以在使用ACEI不能 parrows的病人之下 我們就會shift到ARB 那這個時候問題就來了 我們常常會出現的問題是 我們在Center 用這三種類的ARB 為什麼 因為只有這三種類 Pandisac Losac 這三個對CEI outcome有benefit 有大型的clinical trial去支持 可是其他的藥物並沒有 其他你看 坊間常用的 Azisac 目前號稱最強的Azisac Omes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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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esac很常用 可是他對Leno outcome有幫忙 但是他對CEI outcome 完全沒有幫助 而且Omesac很要記得 我永遠都跟學生說 一個O 永遠要想到血管 Omesac 在少部分的STADD會增加Pand rupture 所以在有Acute chronic syndrome 有缺血性心臟病的病人 Omesac的使用要小心 要注意 它會造成Pand不穩定 它可能血壓軟度會比較起伏 所以它有時候降得太快 有時候Pand容易不穩定 就Rupture 所以就叫做ACS 這個在兩個STADD有報了過 所以在Omesac很要注意 那這三個為什麼自己也在這邊 這三個才有CV outcome Longten benefit 很好記 CB 所以就是對CV有幫忙 Longten outcome L CVL 所以Panisac Losac 跟Vasa 所以當你們手上沒有這三種腰部的時候 那如果病人沒有可受 我們寧願退而求其次 換回原本的ACEI 這時候病人只要不可受的情況之下 用ACEI反而對Longten outcome 還有Benefit 好 接下來來了Beta Glock也是 不是所有的Beta Glock 都會Half Failure族體 今天強調這些列出來都是Half Failure Half Failure族體在Beta Glock 裡面的話 Longten outcome benefit 只有這三個 那還好這個房間 我看大部分的都有 我自己也去房間那邊支援一年辦過 這些藥物都CVL Visoprolum Cavelli Metal Glock 的STADD最多也最好 不過這個降加效果太強了 而且技能很高 Visoprolum就很棒 而且它是Beta-1 selective 也比較不容易引起氣喘 Half Failure都不一定 它有Beta加阿法 有時候血壓會太低會引起氣喘 所以Visoprolum是很考慮的一個藥物 那我們場用的Inderro是沒有的 Inderro是對Acute-Honic syndrome有幫助 但是對Half Failure是沒有幫助的 那如果病人一階圈會有小於40 我們沒有contrination 我們就會建議使用Stylonal lactose Inderro也可以 但是這個比較少人在用 那最後就是Visoprolum Visoprolum要不要用 有的時候什麼可以用 什麼時候呢 當病人沒辦法使用ACI跟ARB的時候 我們可以shift到所謂的慢性的Visoprolum 包含Hydrolarin再Hydrolarin 可不可以單股用 不可以 單股用Hydrolarin 病人會可以Cardia 單股用Hydrolarin 一個配對 Hydrolarin加Visoprolum 這個在Paper上是可以用來取代 當ACI、ARB不能用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Hydrolarin加Visoprolum 所以上面列舉這個處方不是 只是雖然說長根的藥點整理出來的 但是我有去對加健保資料的那些 真部的藥大部分都是受用 而且這幾個都是對Long-Hawafone有幫助的 希望對各位有能力的幫助 這樣 好 那這是剛剛所舉的 就是我們永遠要考慮在使用這些藥 要考慮我們要好的Tension 我們Hawaii太低的狀況 Photassi跟Renovar全的一個Label 那卡德捐印象盒 這個今天只是給各位看到 很多人很多在醫院進展沒有那麼順利 很多的治療 在前兩天就可以大概見真章 很有效的病人打打力量器 浪很快兩天就可以了 可是Low Perfusion Perfusion status永遠是最重要 因為它表示什麼 Perfusion不足表示Hard function有受到影響 這時候病人在兩天後會進展 兩天內會進展很快 有效的兩天內大概都有效 Andol很快就可以拔掉了 水滴乾淨的 還是跟於慢性剛剛你看到的治療 但是兩天內如果沒有晚上病人很快 會進展到Renovar 它不會停在那邊 因為它有一個3D support 3D distortion factor 比如說Infection 那很快就會進展到Renovar 這時候在治療場就複雜 治療很多 包含Srong Bounce要上去 Echo的每日評估 你看我們Srong Bounce 要看左心跟右心 它大概是用一個規矩的高低 那用Acho去看到Cardial performance 甚至我們要抽血 動機脈抽血去計算它的Fick Cardial performance 這就比較處於西醫專科領域 那通常都是在進展到Cardial gen shock 那Shark的病例很簡單 就是有Ogan perfusion不足的狀況 加上病人的病學壓 平均動患壓小於60以下 所以很快就要把這群病人排電力拍出來 幸好這群病人不多 大概在10%左右 10個病人心酸結晶能有一個會很快的進展到Cardial gen shock 進展到它抓出來 那這種病人 Done of Cardial gen shock 就有很多原因 包含血管的問題 心肌的問題 那甚至是Valve的問題 或有意思量的問題 這個都要很快的排電力翻出來 那你看 治療就很恐怖了 那它有一個治療目標 就是也是越早越好 在60分鐘內要達標 那些達標就包含說血壓要先穩定 血壓穩定之後 我也許希望它能夠下降 表示它的方學是好 它的方學不好 就可以與生壓劑強心劑的使用 那另外你CVP要灌水灌足夠 這就是為什麼CVP不能一直的打水 我們心臟在Prompy要有足夠的血壓 第一個Pry-Law要夠 水要能夠先回心臟 Prompy要夠 血才打得出去 那最後After-Law要下降 那心臟才能工作的輕鬆 有這三大要件 那當Pry-Law不足的情況之下 你怎麼去飲料 病人只會血壓越來越低 所以當我們給予足夠的生壓劑之前 我們要先把病人Pry-Law先弄足夠 所以心衰也是可以灌水的 但是要嚴格的去監控 那怎麼去監控 這個就比較沒有辦法用一些 Clean-toal experience 或者是Biclean-toal去judge 而是需要做一些device的monitor 現在有invasive就是傳統的使用gals 那最近幾年又有一些non-invasive 貼貼片 然後插一個動脈的導管就可以 它是靠什麼 它有阻力 它可以靠皮膚的阻力來計算 我們的卡利奧普德跟血容量的狀況 所以現在很多很方便的東西 那當然這些也re-low-go了 心臟的輸出量有沒有也穩定了 那我們就要評估什麼 評估尿量有沒有穩定有沒有打掉 血有沒有過酸 大家也知道嗎 hypo-perfusion的太久的時候 lactate開始分泌出來 那服氧呼吸酸度就會增加 所以酸的程度 那桌邊血管利用的情況 SC6度是我們桌邊利用腐脂 或吐的一個情況 都是我們需要評估的 這個跟大家介紹一下就好了 那當然ventilator的設定也很重要 那接下來就是這群病人 我們需要做HECO的每日評估 去看看它是systolic dysfunction 還是diastolic dysfunction 最近幾年很好 海燈一翻出來就是 不是病人收縮功能不好 它才會心衰竭 舒張功能不好 佔了一半心衰竭的病人 所以有很多在各位門診 他臨床明明有心衰竭的狀況 可是他收縮功能很好 我拿道傳診單的時候 EF是70 可是他老道心臟是還沒有錯比 甚至我們會加一個diastolic dysfunction 會分成三級 那它表示什麼 我們血管會硬化 心臟也會硬化 所以diastolic dysfunction 表示心臟跟血管比較硬掉 硬掉的時候舒張會比較慢 這時候你灌多一點 所以它來不及適應 比較硬 來不及適應 它就脊髓了 或者是你心跳快的時候 正常人可以tolerant 可是這種心臟比較硬的病 它心跳快的時候 它diastolic dysfunction 減少 它心臟也會肺部脊髓 所以舒張性心臟且佔能症 在哈菲爾並且佔一半的族群 而這個是網紅不會忽略 我們只看EF 這是不對的 甚至去年ESC很多說 還把中間EF Ejection Frasions 40-50 又分了一個min-rage 不過目前針對這個min-rage 等一下會介紹 並沒有建議性的治療方法 只是他覺得這群族群 它identify出來 它的使用min跟舒張型是一樣到的 所以這個要特別注意一下 好 那當然device therapy 也是不能忽略的 尤其現在我們的那個 以後打包會有所謂的鋼鐵人 我們現在ECMO 一開始IAB 跟ECMO 對HEMO 檔 因為Support之後 如果一起 讓我們這裡辦理上 我們就會建議把病人 換成左心輔助器 這在美國 跟幾個醫療資源 比較發達的國家 現在已經有 已經都有很多病人 在接受這樣的一個治療 不過目前 在台灣目前沒辦法 比多就是ECMO 接下來就ECMO 如果不行 說心臟壞掉怎麼辦 我們就考慮換心的可能 但是這樣有一個極限 換心直線 於65歲以下 比多變成60歲以上 就等不到心臟 所以ECMO之後 它只做一個VG之後 就能夠做一些 device therapy 長期的 long turn al turn 都有benefit 而且這些輔助器 其實它都可以增加 5升的一個cardiaudate 我們正常cardiaudate是4到8 你看它一個心臟 就可以一個人工心臟 就可以增加5升 作為的cardiaudate 所以這在國外是可以的 不過一台機器多少 200萬到600萬 跟一台跑車兩貴 等於是買一個心臟 但目前包康大概2到3年 增加2到3年 之後還有感染血栓的問題 所以目前還不是一個 很好很好的治療 不過這個有時候病人不會 所以介紹給大家知道一下 目前西酸節的病人 還是有極少數有族群 對藥物是沒有討論的 這時候大概就是走 在台灣目前是退讓VDR 我們也是有宿舍無車的階段的話 可能保守都現在不行 大概就是不許病的方便 讓病人舒服 跟癌症治療觀念是一樣的 最近有一些八大肺 那個非癌症類的安定 那其實心衰疾就是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視野症 好 那剛剛介紹的這段 其實大家已經對治療上的全盤了解 接下來我只是利用Guyline 把ESC是我們喜歡看 歐洲心臟學會 美國心臟學會也OK 只是美國心臟學會比較保守 他們都是Wheel document 很大的trial跟study 才會可以講的大同巧克力 反而ESC的觀念比較新 所以介紹ESC的給大家認識 那這個是屬於急慢性都有 急性的我已經介紹過 慢性其實一樣 是延伸後來藥物的使用 帶大家看一遍 那這個是新提出去年的觀念 就是他後來有人研究指出後 心臟收縮功能 40-50%的病人 其實這群病人長期的 outcome 並不好 那這群病人在我們看起來不差 比正常是6-7-10 比正常人差一點點 那他目前的死亡率 跟不reserved LVEF的function 跟reduce 我們就叫做Half-reaf 跟Half-pump Half-reaf的話就是reduce的LVEF 以前是定義